这是我见过最哇塞的怪物 不仅有着美人脸 还长着蜈蚣的身体 可怕的是 只要跟他对视双眼 他就会招你做上门女婿 但是两条腿 怎么会跑得过上百条手呢 刚开始怪物像个公主一样温顺 不时地弹出比头还大的头 慢慢地如中的身子 可无比激动的黄毛 突然脚下一滑 他正担心被怪物看到 可结果两人对上了眼 等他再次转头 妈妈咪呀 怪物公主顿时羞红了脸 两眼放出红色的金光 眼看美女怪物张开大嘴 同伴让他赶紧跑 可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吓得男孩 双腿直大哆嗦 愣在了远地 关键时刻 只好一把推开了他 这才暂时逃过一劫 却也激怒了怪物 几日赶紧往上跑 怪物迅速掉转脑袋 一每秒八百的时速 慢慢地迅速往上爬 这时他们发现一扇门 两人相钻了进去 可陈浩还在后面 就在这时 怪物搜的一下扑了过来 危急时刻 陈浩最终冲进了门里 让人没想到的是 怪物还会说汉语 黄毛来不及高兴 赶紧带领大家逃离这里 可路口实在太多 他也梦了圈 只能随便指一条 此时的怪物公主 却从另一条路追的上来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快速向他们跑来 这下完蛋了 他们只能坐火车走 可火车年代久远 咕噜已经生锈 怎么推都没反应 眼看怪物越来越近 他们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双腿使劲灯 终于在最后的时刻 成功地躲过了怪物 男人推着火车拼命跑 怪物在后面紧追不舍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眼镜哥发现 背包里还有好东西 于是每人拿起一颗 酷吃全都扔给了怪物 他们以为怪物怕了 还没来得及庆祝 可下一秒 怪物就从对面冲了过来 因为火车没有绞杀 他们只能跟怪物相创 幸运的是 火车落到怪物的后背上 就在以为安全时 却发现前面已经没路了 更幸运的是 怪物竟然也从后面追了上来 为了不被抓走 当上门女婿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火车冲出了洞口 美女怪物由于惯性 差点掉了下去 因为不会游泳 只能气愤地缩了回去 几人才逃过一截 子弹穿过女人的心脏 时间瞬间静止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时死神走了出来 说带她去黄泉路 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只剩下最后15秒 在这个时间内 你可以随时暂停或开始 但无法改变死亡的结局 女人死不瞑目 问到开枪的人到底是谁 死神看向女人的身后 并没告诉她 女人非常愤怒 决定把最后的时间利用起来 要在这仅剩的15秒之内 看到凶手的样子 并完成复仇 还剩14秒 但她回头失败 因为时间开始的那一刻 痛感也瞬间恢复 女人并没有放弃 决定再试一次 这次女人成功回头 凶手的样子让她意外 竟是自己客户的女儿 她的母亲患有抑郁症 而女人正是她的主治医师 母亲为了不拖累女儿 选择了喝农药自尽 安娜推测 女孩一定认为是自己开的药 害死了她的母亲 所以才来报仇 但女人问心无愧 不能让凶手消压法外 她观察了周围的事物 心里瞬间有了计划 打到 她在地上洒满面粉 如果直接进来 女孩就会留下脚印 警察就能查到凶手 他留下女孩的名字 但未免太明显了 女孩进来就能看见 其实这是女人的阴谋 她扔掉刚才的笔 这样如果女孩 想要修改名字 就会用另一支笔 这样简单的计划 应该会被女孩发现 但是不重要 安娜的目的 就是要女孩的命 她把两根花插进插座 只要一松手 还有水分的画镜 就会碰到桌上的水 如果女孩想改桌上的名字 就必须挪开上面的花 但只碰到水不会出电 所以她还要这样做 地上洒满水 如果女孩想要进来 就一定踩到水 这样桌上和脚下的水 就能产生足够的电流 这使女孩触电身亡 但转念一想 安娜后悔了 她从插座里取出一支花 降低女孩触电的风险 这也是安娜最大的让步 因为她刚刚想起 那天女人回到诊所后 发现安眠药不见了 她怀疑是女孩的母亲拿走了 于是她又返回到女孩家中 果然从抽屉里找到安眠药 并且还看见了 母亲留下的遗书 从而发现 病人把偷来的药 和自己的药调换了 知道真相后 她赶紧换了回来 而这一幕正好被女孩撞见 安娜一脸的尴尬 但女孩认为 她在药里做了手脚 才导致母亲身亡 时间仅剩4秒 可突然 凶手又开了一枪 原来女人转头时 看到了自己 以为要还击 又补了一枪 这样一来 女人生命仅剩0.6秒 这么短的时间 不可能再改变什么了 死神让她放弃 可安娜并不甘心 她看向地上的遗书 女人死了 当女孩来到房间 看着趴在地上的女人 她不敢相信15秒钟 女人会布置得如此精密 她拿出拖鞋 小心地走了进去 女孩来到桌前 想改掉上面的字 却发现笔的颜色不对 此时她意识到女人的阴谋 于是捡起地上的笔 结果下一秒 跟安娜预想的一样 女孩出电晕倒了 等她再次醒来 艰难地爬起身 拿起笔在名字上修改 这时值班的保安听到动静 拿着手电找了过来 临走前 她看见安娜手里的信 以为是重要证据 便拿起来逃跑了 当女孩打开信 才发现这是母亲的遗书 原来 母亲不想拖累女儿 把偷来的安妙药掉包 想要自尽 之后被药师发现 又换了回来 最后可怜的母亲 喝农药自尽 当女孩得知了真相 一时间难以接受 她竟然杀害了母亲的恩人 因为安娜的冤死 此时决定帮助她 在纸上写下女孩的名字 虽然违反天命 也算是送她冥界的一份礼物 如果生命剩下15秒钟 你会做什么呢 这个水药太诡异了 只要发出尖叫 方圆实力的人类 全都被迷惑心智 接着她挑起妖娆的舞蹈 在大声的吼叫 士兵们全都不受控制 争相口后的冲进了狐狸 开始疯狂的彼此杀害 赶紧 因为狐狸的水药 全身长满了精英财宝 所以引来了无数贪婪的人 这天一个帅气的士兵发现 水里有个东西发光 他捡起来 放进嘴里一咬 竟然是三个酒的纯金 水药发现入侵者 赶紧从水里钻了出来 最后一声尖叫 士兵们还不知道危险来临 下一秒 他们被声音震的闷圈 让人想不到的是 水药跳起广场舞 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千金美女 随着再一次尖叫 周围的士兵全被蛊惑 一波风的冲进湖里 向水药跑去 可诡异的是 他们开始自相残杀 全都葬身于此 这时水药发现 竟然还有一个活的 借着水药使出水药的力气 拼命的嘶吼 直到一天三夜后 男人依然毫发无伤 水药吓坏了 因为遇见了真命天子 羞涩的躲进了水里 而他并不知道 男人其实是个笼子 到了晚上 水药好奇的来到男人身边 闻了一下气味 确定没有危险后 便把大腿放在男人身上 睡了过去 第二天 当男人醒来 看见满身珠宝的水药 紧紧钻住他的胳膊 没想到被锋利的黄金 划伤了手掌 男人智商在线 瞬间有了报复的想法 他一路追赶 很快来到瀑布前 男人放下大宝剑 毫不犹豫的下了水 水药健壮 男人的方向走去 水药在他身边 跳起了妩媚的广场舞 男人趁机 偷走他身上的珠宝 水药被爱情上了头 哭声上去啃了一口 这却激怒了男人 咣当一下砸死了水药 男人兴奋不已 咔咔地扣掉女药身上的黄金 没用的尸体 直接扔进了河里 男人背起珠宝 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却不知女药的鲜血 已经染红整个河流 当疲惫的男人喝完水后 才发现喝的是鲜血 诡异的是 既然治好了她的耳容 这时女人也活了过来 看到自己光秃秃的样子 她痛苦地吼叫 男人也像其他入侵者一样 身体不受控制 在水里不断地转圈 直到转了999.99圈后 最终沉入了河底 得到了报应 那么你觉得女妖可怜 还是男人可怜呢 女孩太狠了 用话筒使劲砸自己的脸 诡异的是 脸皮掉了一地 并没有流血 等她再抬头 脸上竟然破了一个大洞 赶紧点子 狗头保护 并爱她给爱假笑的朋友 原来女孩从小爱假笑 就连大鲤鱼挂了 男孩向她道歉 安娜也是露出假笑 可问题来了 很快20年过去了 女孩一直保持微笑 脸部开始变得僵硬 竟然变成了陶瓷 这天她在逛街 突然被一个星探发现 说女孩的笑容非常好看 如果在公司的包装下 很快就能比蛋蛋还红 第二天就来到拍摄棚 果然女孩的海报 就遍布了大街小巷 瞬间引爆了社交网络 成为全面偶像 所有女孩都剪成跟她一样的发型 甚至假笑模具 也成了热销产品 只为模仿女孩的假笑 很快安娜的粉丝过异 但她发现自己的位置 被一个陶瓷娃娃取代 她想通了 想做回真正的自己 可尽管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也无法改变现在的脸 还是像陶瓷一样坚硬 这时风铃手机响了 原来是经纪人给她安排的活动 虽然不想去 可是实在付不起一块的五月金 就在路上 安娜看到了死去的小金鱼 就是她小时候养的那只 埋葬尸体时 她万分难过 安娜向金鱼道歉 然而金鱼并没有生气 只是希望女孩可以做回自己 说完消失在了空气中 女孩瞬间领悟 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在表演时 她握紧话筒 哭斥一下 拼命地往脸上砸去 脸皮掉了一地 女孩伸手摸了摸脸 竟然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但她不依不饶 继续砸着自己的脸 粉丝们吓坏了 接近人赶紧冲上舞台 把女孩拖了下去 让人想不到的是 女孩用口罩遮住漏洞的脸 反而比以前更火了 瞬间收获了20亿粉丝 而女孩内心十分的纠结 下次我该换什么样的脸呢 故事到此结束 因为迎合别人的想法 时间久了便失去了自我 当你想改变时 却发现已经根深蒂固 所以你想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还是伪装的大网红呢